繼續請蔣萬安委員發言 我想今天內政委員會 大家很清楚上一週 4月1號 國民黨的召委已經就國土計畫法 排案審查進行巡達 但是在這一週 民進黨的召委 卻搶排案 接續要來審查 我想不管是 立法院各委員會的組織法 第四條第十之一條 甚至是內政委員會 過去的慣例 都是一個議案 由同一個招委 來把它完成 因為這攸關什麼後續 我們看到 各委員會組織法十之一 它的規定 每個議案在該委員會審訓完畢之後 是否送黨團協商 必須要議決 也就是 最後 該法案是否交付協商的最終權利 在於 當時排審的招委 這攸關一個法案 它的延續性 審查的完整性 等等 而且 我們在各委員會 設置招委的複數席次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 避免多數黨 壓制在野黨的聲音 我們舉例來講 如果今天 這樣子搶排案的慣例被破壞 接下來 執政黨 他就會用人數優勢 壓制在野黨 甚至就一個法案 外界民間團體 大家的聲音 所以 未來 如果以今天國土法的例子 或是任何 內政委員會的法案 只要 國民黨先排案 但是 執政黨 人數優勢 要求 只進行巡答 後續 甚至 不經過 告知另一方的招委 或沒有經過協商 接著搶這個排案 那等於完全 壓制 甚至是 配合 行政院 這樣子來 強度 任何的法案 立法院 就會淪為橡皮圖章 所以 我們認為 過去 如果有這樣子 兩位招委 接續排案 都一定要 要由兩位招委 來協商 要爭得兩位招委的同意 才可以 但是今天 卻沒有 召開任何招委的協商 也沒有進行任何的溝通 更沒有得到 原本主要排審招委的同意 就這樣子搶排案 這樣的慣例 絕對不能破壞 這樣的惡例 也絕對不能開 好 那個 絕對不是沒有溝通 不但溝通 而且還已經說好 我們中午休息時間來協商 這個都說得很清楚 好 對 所以我們中午會協商 來 只要 只要 只要這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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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黨 不是為了排案而卡案 那麼 我們就可以尊重 由反對黨來排審 但是 林維州委員 您上一個會期 也排案以後 卡了很久 卡案 我們為了避免 所以我必須要 聯審 那聯審 在內政委員會 是慣例 我想曾明中委員 在 租賃法的時候 曾明中委員 和姚文志委員 聯審租賃法 這就是 潛力 要協商 兩個招委要協商 對 所以我排案以後 促成協商 排案之前要先協商 中午要協商 排案之前要先協商 排案之前協商不起來 來 你們一定要讓他出委員會 那就應該可以 讓陳委員來審 但是一定要保證這個法 不是要讓他卡在委員會 只要這個法 不是讓他卡在委員會 我們能夠保證 你們會讓他出委員會 我們就可以 讓 招委 持續來審這個案 我們總招一直都在協商這件事 沒有不溝通 我要講清楚 講清楚 排這個案 就是為了防止這個案 被排審以後 卡在委員會